年底假期出国的人不少 不过本地酒店和度假村发现 受到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 留在国内度假的国人 微增了约一成 其中以家庭式客房和套房最为抢手 预定额几乎是爆满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远离城市喧嚣 感受大自然气息 位于临坐港的这家农场度假村 年底入住率几乎爆满 其中国人就占了七八成 最受欢迎的家庭式套房 更是一房难求 业者指出 目前这种结合住宿和农场 寓教娱乐的休闲设施 在本地人属少见 而恐怖袭击阴影笼罩全球 也促使一些人决定留在国内 主要在安全方面 travel abroad的时候 大家就是有一些心慌 新加坡人一般上都喜欢去holiday 那就要找个地方 另找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所谓的staycation的话 就是become more popular 而尽管本地市场在短短一年内 新增了十多家酒店 这家坐落于乌节路的酒店 年底的住客率仍高达九成 本地住客就占了一成 业者认为 年底旅游潮推高了机票和住宿费用 促使一些国人避开在这时期 举家出游 特别是今年是SG50嘛 那么虽然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还是有蛮多这个表演啦 或者是展览会啦 这些东西 那么再加上是圣诞新年假节 这个本地住宿的那个配套的促销 相当具有吸引力 农历新年将至 酒店春节期间的客房也以所剩无几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